中共二十大逐漸接近 说李克强的接班人选到底有哪些人呢 其中一位就是胡春华 他是呼声很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介 他是1963年4月出生的 今年59岁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那曾经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 还有河北省的省长 当时是最年轻省级领导人 还有西藏 可以说 还有西藏 还有西藏 共青团 这个西藏自治区 区委副书记 这些你可以看到他的从政经历 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升得非常的快 可以说是平步清云 张老师您带我们来了解 进一步来了解一下胡春华 我想他应该是胡锦涛时期 最吉利栽培的接班人选 那他的花机 他的直升机 通通都在胡锦涛执政时期 所以你说他是小胡锦涛 所以你看他20岁大学毕业 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那胡锦涛当然他是一个 清华大学毕业 那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 他第一份的工作 他自己请调到西藏去工作 因为他认为说他来自于 他来自于所谓湖北的这样一个乡下 得力于改革开放 因此也希望少数民主地方 也能够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那他到27岁就做了一个副厅级的 这西藏共青团的副书记 他是属于 严格讲是属于副局级的 副厅级的 那你看他34岁就已经做到一个共青团的书记 这属于副部级的 43岁已经做到共青团团中央书记 中央委员正部级的 那你看45岁就做了什么 河北省的省长 那隔一年马上调到什么 调到所谓的包括什么 内蒙古去当书记 那你看他每一个位置的历练都非常非常的短 那代表什么 大力栽培嘛 哪里有河北省省长干没多久 内蒙古书记干不到三年就快速升迁了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我想说来自于几个 第一个 这是他是一个共青团极力栽培的 他拥有良好的所谓学历嘛 那第二个他良好的经历 他跟胡锦涛一样都是靠西藏出身的嘛 第三个来讲的话 那党中央要把握你就要 每个单位都要历练你 所以他很罕见的 目前为止他担任过河北省省长 内蒙古书记 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广东省省委书记嘛 这种过程当中 所以因此他在2012年以前 应该是一个所谓开始到政治上的巅峰 到49岁就已经做到副国级政治局委员的 但他曾经在2017年7月份 孙政才被整的时候 因为在中共2012年当中 有两个被视为第六大接班人嘛 一个是他 一个是孙政才嘛 重庆是市委书记嘛 那他当然什么 他当然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什么 很大的影响嘛 那后来当然习近平在2017年之后 他还是政治局委员 就担任过国委员的副总理 他是排行第三的嘛 那谁都知道 韩正是排名第一常务副总理 没有问题 那谁知道春春兰 主管柯文叫的 但是很多人不晓得 其实他是排行第三人 第四是谁 第四是所谓的刘鹤 但是谁都知道 刘鹤在中国经济影响 内外影响 绝对远远大于所谓胡春华的嘛 所以我们说胡春华如果在20大 他会进入到政务局常委会 甚至接国务院总理 因为国务院总理是固定在中共官场上 排名要前三名的 代表什么 代表政务局常委 现在七个常委要大患学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 他牵动会更大 他有可能是进到常委 比较大的机力 说不定是担任什么 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就排行老七的 那这个部分来讲 变动是最小的嘛 如果就中国大陆的重大的经济决策者 没有问题的 是习近平不是李克强 这个重大决策者 取自于党内的 就刚刚介大使所讲的 有所谓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主任是习近平 中央 深化体制改革委员会 那个主任是习近平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主席是习近平 但是习本身是一个 经济议题的最终的拍板决策者 但是谁是执行者 那当然是李克强 国务院总理 所以这一次来讲 他这个会议一定是李克强来召开的 那他派到各个省市里面 你看所谓的 不管是十万人 不管是线上线下 各式各样电视视讯会议 其实参与的人员 大概都是以什么 以所谓的政府部门 人民政府为主 大概都是以省长 市长等等这些人 可是这些人重不重要 当然非常重要 可是真正拍板最后的一把手 其实是书记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倒不觉得说 他们会有严重的 所谓的权力的冲突 但是很清清楚楚 那目前为止 其实如果所谓的李克强 在经济议题上 能够多所琢磨来讲的话 我相信说对外界方面来讲的话 确确实实会让外界 也有不同的所谓看法嘛 特别是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对民企 对严格讲对民企的严格的控管跟监控 那共同富裕这些问题 喊得漫天乍响 让很多企业在投资问题上 也有多所考虑嘛 那严格讲不断的什么 中央政府你看看大陆方面人民银行 不断的降准 但是严格讲 降准它不降息 就希望把资金出来 资金做什么 能够带到所谓中小型的微型企业 它这些是最辛苦的嘛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 当然他们今年的拼经济 一定是当成是一个重中之重嘛 特别是既要强调防疫政策 动态清零 又要所拼经济 这当然李克强的角色 在这过程当中 当然会被凸显嘛 中国大陆运输货物到欧洲 还有中东的最短路线 就是中国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这条铁路呢 在规划超过25年后呢 最近传出俄罗斯不再反对了 所以明年就渴望开工 那么香港的经济日报就分析说呢 过去主要的阻力是 因为俄罗斯向来把中亚 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但因为俄乌局势的这个改变 也多了这样一个变数 使得是不是普丁的想法改变了 张老师你觉得 应该这样来看 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 会发生这样一个改变 主要来自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俄罗斯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一次的俄乌的冲突 第一个让俄罗斯对于中亚五国的关注度 影响力其实并没有上升 因为中亚五国其实他们都投七圈票 第二个很重要的 俄罗斯受到了经济制裁 连带的也让中亚五国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现在中亚五国经济上都面临到困境 这是第一个原因来自于俄罗斯的因素 第二个来讲当然是中俄关系 那本身俄罗斯长期之所以反对在哪里 因为俄罗斯一直主张说中亚 这是他以前的算是属地 那现在是一个重要的以前的附庸 现在是重要的控制地区 那因此如果中国势力进入到这里来讲的话 会加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甚至会弱化的 俄罗斯跟中亚五国 他们有个叫做EEU 就是欧亚经济同盟这样联盟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俄罗斯当然就会反对 但当俄罗斯不再反对 当然原因很大的成功原因之一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中亚五国 因为今年是中国大陆跟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在今年2月份北京冬奥开幕 中亚五国领导人通通出席 而且分别通通跟习近平见面 那第三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中亚五国本身在俄罗斯俄务问题上 受到了经济上的困境 他们也希望能够寻求一个 更进一步的所谓突破 那因此再加上第三个原因 中亚五国长期以来 中国本身长期的耕耘 长期的这样一个工作 因为终于让这一次的所谓的 你刚刚所讲这一条 谈了25年的延宕至今的铁路 能够能够 那这一段铁路能够完成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说第一个来讲的话 它整个的行程到 特别是到主要是连结中东跟南欧 它的那个货物运输缩短900公里 900公里大概可以节省 大概按到新华社估计要7到8天 那因此会让中国这问题更有影响力 所以中国本身有所谓的 海上思路跟陆上思路 那陆上思路其实中亚五国本身 在陆上思路上是扮演一个 最重要的枢纽角色 战略上呢 对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当然战略上来讲的话 中国影响力加重 所以变成说我们看到去年以来 有两件事情发生了 一个是阿富汗的变天 一个是所俄乌的冲突 那这个本身让中亚五国的国家 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目前为止其实你看到 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下降 美国的影响力想要进来 可是中亚五国目前看是不买单的 那目前为止中国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力 是在加大当中的 是在加大当中亚五国的影响力